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竹竿有三米左右差 一再偷偷尽孙 谁才是他们的终极目标 就怕他把我们弄死 今日说法即将为我们播出 不输 2014年6月18日 四川省石方市 突如其来的大雨 撕灭了大半夜 家住石方市尸谷镇的杨大爷 这一夜都没有睡好 他担心着强扬着对方的烟烟 被大雨给淋坏了 天一亮雨停了 杨大爷就赶紧到院子里查看 这一看发现出了大事 院门大开 堆在棚里的四百斤烟烟不翼而飞 杨大爷还没换过神来 门迅赶来的邻居 替他报了警 在很多人的眼里 四百斤烟烟烟 卖不到四千块钱 不算什么天文数字 但是对于孤身一人的杨大爷 这笔钱就是他一年的生活依靠了 所以你们都说 这一偷丢的是杨大爷半年的血汗 真是伤了老人的心 警察在院里院外查看了个遍 没有发现小偷遗留的痕迹 院门被打开 几百斤烟烟被人搬走 按说这动静也不小 杨大爷夜里就没有听到什么吗 那么小偷是怎么进了院子呢 杨大爷一直后悔 他说也怪他自己没把门锁牢 这才把贼引到了自己家 他把这个抽签 这个乱去开 我远上去 就开了 这个就起不着作用了 很多人也以为杨大爷是一时疏忽 才引来了顺手欠阳的人 可没有想到第二天 临近村子里的孙大爷家也发生了一件怪事 早上四点钟 孙大爷和老伴就起来干活 最先发现开门狗死了的是老伴 惊恐之余 他下意识地朝大门外望 这一望吓出了一身冷汗 那个大门大打开 他这时候 他现在找不着他 他说出我追了 我帮我心得下去疯了 那裤子都挖挖身 我跑去过来看 就跑到这里面 这一看一眼就找了 现在就在这儿都不在了 我怕干 孙大爷的损失就更大了 可恨的贼 把老两口赖以为生的东西 全部给带走了 人口喝上来 车上还有其他东西吗 就是干杂货 他说两万多 孙大爷和老伴就靠着这两辆三轮车 平时走街串巷 卖点杂货 这下车没了 货也没了 生计一下子犯了难 接到报案后 勘察县堂的警察 在院门口边找到了被剪掉的锁 而在院墙外 他们发现了攀爬时摩擦墙壁的足迹 那一夜 孙大爷也是一点动静都没有听到 为什么看门口没有叫呢 他又为何会离奇的死掉呢 警察从那块没吃完的把鸭上 找到了谈案 奇怪的是 在这个现场 警察也没能提取到嫌疑人的指纹 可供警察破案的线索太少了 翻墙入室的过程当中 有一些脚印的这种出现 这个脚印是比较有产养确定 比对价值并不抬抗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连续两天 两户人家深夜被盗 还一点声响都没有 听上去挺瘆人的 不过这还只是开始 接下来的一个多星期 石方市的七个乡镇派出所 陆续接到报案 被盗的方式更是五花八门 让人感叹 翻墙 撬锁 那还只算是这伙贼的基本功 马祖镇的刘女士早上起来 到厨房生活做饭 当他打开厨房的房门 发现昨天还完好的墙上 竟然有一个大洞 我早前几点几点 虽然洞口现在已经湖上了水泥 但是根据水泥的轮廓 可以看出这个洞直径 大概有七十厘米 在不惊动主人的情况下 能造出这样的一个大洞 堪称专业人才 洞挖在厨房 也只有在厨房丢了东西 回忆半夜的情况 刘女士想起了一些异常 小兔这次似乎并未得手 费尽心力的挖了这么个大洞 最后只顺走了一把火钱 一个水瓢 说起贼的本事 除了穿墙打洞 还有更绝的 村民周大哥家背道后 大门是完好的 但是他们家的大蒜种 却不一而非 犯罪犯人如果不能轻易地 将门锁进去波动 或者是进入的话 还采取了更多的形式 警察最后在房间屋顶上 发现了玄机 一块石棉马被直接掀开了 小偷就这样从天而降 偷走他们家的几百斤大蒜种 从6月初开始 在石方市的乡村 这样的盗窃案 每天都会上演 几乎一天一起 警察调查后发现 实际上发案的数量远不止这么多气 很多村民丢了东西 都没有报案 全都错 这么多东西都没找回 哪个找得回来 心里想 还要他就找回来 实际上老百姓最关心 就是发生在他们身边的这些年纪 他公共的硬件 辛辛苦苦劳作一面 可能会挣那么几千块钱 所以说这些年纪 看来是小年纪 其实是大年纪 6月下旬 石方市公安局抽调了近30名警察 下决心要让这伙 未不保的硕数原形毕露 几乎是在凌晨12点过后 凌晨5点钟之前 偷老百姓东西的这个耗子 要把抓了 我们简称的一个就叫做 不输方案 奇怪的是 虽然发生了这么多起案件 但是警察没有找到一个目击者 这是因为在偷窃之时 这伙贼还有一个大绝招 在主人家里面用一些孙子 把主人的这个卧室门把坑了 如果一旦被主人发现 主人要想出来的时候 推不开门 他们相当狡猾的 怪异的还有 案发现场都没能提取到 嫌疑人指纹 这样的有效信息 这又是为什么呢 这个现场当中 我们会发现一些 细小的纤维 这类似的东西 有明显的这种手套痕迹 反正嫌疑人有一定的反正是什么意思 迷彩服 长竹竿 诡异的行迹 狭路相逢 却总能溜之大气 一张怪异的作案分不通 一群不能见光的人 捕蜀记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狡猾的贼 并没给警察留下什么痕迹 他们就像幽灵一般 夜幕降临 谁也不知道 他们会出现在哪里 杨大爷被偷后 就再也没有睡过安稳觉 他就怕家里存了一点骨子 再被偷了 家里部就是种子家里 他应该夹到上面就夹到这个 他说把这个剪下 这它就口不通了 把这个夹就通了 把这个夹就通了 如果是这 他原先不得这个 这个夹起过后 这是啥 这个锁着看 如果锁着看 如果这锁着过后 它就剪下就抽不起来了 过去出门 大门掩着 从来也没有丢过东西 现在大门上装了三把锁 杨大爷还觉得不安全 他正准备 还要在门上再装上一把锁 孙大爷被偷怕了 现在他院子里养了四条狗 都是亲戚朋友送来的 除此之外 他还装上了一个防贼的秘密武器 孙大爷说 他给院子的各个角落 都装上了这种红外防盗仪 几乎没有了死角 晚上睡觉前 把它打开 生人闯入 就会报警 孙大爷觉得 这才能睡得踏实点 更有甚者 许多老百姓还在家里 实施起了一种特殊的防贼制度 老婆是三把业 老公是三把业 因为他们两个子 如果都睡错的话 可能会发生这种情况 这样的案子越来越多 警方把最近发生的 几十几道歉案汇集起来 找到了一个规律 实际三公司 年纪分析过程中 发现了一个问题 大部分的原因 我们排查数据出来 是集中在两条图条身材 一条数据可以拿到 一条是我们的国家公司 警方调取了 这两条路上的监控视频 在夜色中寻找硕数的踪迹 但是夜太黑 监控中看不清什么 盗贼在夜色的眼影中 隐身了 俗话说 百密有一书 案子做多了 马脚也就露出来了 七月初的一个夜里 马祖珍的赵大娘 差点与盗贼狭路相当 三点过去 我就听了 听了 红紫人 我就把门开开 我就把门开开 就走过 走过我就看了这个人 既然有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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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了车子醒 什么车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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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没有看清脸 但是赵大娘也算是 第一个见过这伙贼的人 从他的描述中 警方掌握了盗贼的两个特征 发现有全迷财富 而且发现有摩托车 这个生 与赵大娘家不远 是北京大道 警方分析 这伙人作案之后 会从这条路上逃离 然而监控视频拍下的是漆黑一片 但幸运的是 这里有一个交通卡口拍照系统 它在夜晚会开启闪光灯 拍下过往的每一辆车的图像 我们拍下的一些照片 进行拍摄 以后再发现了一个火山的黑山刻意 有两个人是穿了迷彩服 而且其中一个人 他是把头记着在右翼 离开卡口对他拍照的时候 就叫他就是看清他的面目 迷彩服 三轮车 四个神秘的男人 这会是警察要逮的硕数吗 没逛两天 南全镇的医护村民小李报案说 家里丢了一个大件 三辆柴子 一袋米 一百斤米 二十斤一通的油 黑鬼的冰箱 警察调取了附近卡口拍的照片 一辆拉着大件的三轮车 行迹诡异 在一次电冰箱 当天天气是下很大的雨 地上也是看得出来 地上有很多鸡翠 不可能在平常在二十五搬家 经过小李的辨认 三轮车上的大件就是他们家被偷的冰箱 通过对近期两条路上上万张卡口照片的排查 越来越多的相关照片被掌握出来 盗贼的一些独门暗器也让警察掌握见识 颅三车有三米左右长 虚干是不是他们用来作为打枪的一个机子 以前截猪的这些刀心链当中 还从来没有发现 拿着这些照片 警察来到了案件屏发的村镇进行摸牌 看有没有人能认出 dots 如果是熟悉他的人 就能够认识他 但是如果是不熟悉的人 还认为这段视频是比较模糊 一方面走访还在继续 警察摸牌了五个村子 上万人并没有找到好消息 难道这伙人都不是本地人吗 另一方面 所有的案件被再次汇集到专案组 重新梳理寻找遗漏的信息 在这个奇怪的地理分布中 尖底镇显得格格不入 他位于落小路边 没有发生过盗窃案 但他周边的其他村子却无一心灵 我们都能做出一个大难的契 他在前面的火灯里面 归是说是他的皮肤建议 他没有人 前面的都要起来 应该就来 我们都吃火灭上了 重点人员火牌 对这个人做 这几个天员 闹出我们的时间 但是前面 作为我们的一个重点火牌 警察带着嫌疑人的照片 来到了监底镇走坊 在泰勒村 终于有人认出了那个驾驶三轮车的男人 我们老百姓反映前递者 一个叫张元兴的人 与我们这个视频的这个戒图 非常相显 张元兴应该是在九几年 他事先盗窃 也复过去 有这样子的一个盗窃前 他是利益 一个人 单独 住在一个园子里 我们将他作为重点的这个 进行这个摸牌 除了张元兴 另外的几个男人 没人认识 他们又是谁呢 而对这个张元兴 现在是抓还是不抓呢 他们有种狡猾程度 如果不认张兵和 我们的罪账 到下一步感染的进展和诉讼 都是有很大的困乱 所以说我们当时定的这个原则 是必须要认张兵和 在张元兴家附近的小树林里 警察密密设置了一个观察上 连着观察了几天 警方没有看到同伙 也不能确认张元兴 有没有带张兴回家 没有实施抓捕 一直到7月29日的晚上 张元兴的家里有些异常了 平时出入都是开货山的那种出入 但是7月29日那天晚上 张元兴 开了一辆面包车 从家里就出来 而且出来还不适应 我们当时快速的 我们还拍了一米的观众 最后来没有听到 давайте 告诉我们 这是说的 对 这种... 哇 放好了 我干澳 分析第一次跟踪抓捕失败的原因 警方认为问题可能出现在跟踪的车上 警方决定把跟踪的车辆换成特征不明显的四驾车 在对面貌车的调查中 警方锁定了他的车主一个叫王庆的名字 也许是第一次跟踪惊动了他们 张月星家里夜里没了动静 但仅仅太平了两天 八月一日夜里对手的警察又发现了情况 跟随两人警察发现他们没有去南边的北京大道和洛小路 而是一路往北骑行 到了石方和棉竹交界的昆山大桥 警方准备等两人从棉竹带着脏雾返回的时候 等到了凌晨四点多 张银兴两人的摩托车终于出现在了观察哨的视线中 接连两次的不成功 让警方对抓捕计划更加深重 一是要有证捕你这个出现 二是为止贴定要有利于我们的抓捕 抓捕还可以多一个方案 在他家实施抓捕 受网的时机最终出现了 8月4日凌晨 跟踪了警察报告 张延兴和三个同伙在外面刚刚得手 正驾的三轮车往家赶 这个东西三个人收拾 好好好 我马上行动 马上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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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站在这边 快站在那边 站在那边 站在那边 撞 撞 撞 这几个人我拿几个车 那两个 这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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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有很多物品 除了这个两台摩托车而外 还有另外的这个三轮车 一共是七台车 有转转 有电兵线 有彩电 现场在搜查过程当中 就发现了大量的问题 我们前期 这个通过这个连接了解到的 被捣的 对死的这种物品 幸运的是 在追回的脏物中 警方找到了 二百斤 杨大爷被盗的烟烟 再一个嘛 跟早起回来 那时候到那边 要么先上去打 好好好 感谢 感谢 给他上去的 好 在看书所 见到了两个月来 神秘出没在十方的 盗窃私人组 他们此前 都有过同样的服刑经历 之前可以没什么事件 境外的吗 当时是盗窃 一个家序 一个清晰人 四个人中 年纪最小的王庆 第一次入狱时十八岁 出狱时三十四岁 他说 在监狱里待了十几年 曾经下定决心 出去后好好做人 再也不回那个地方了 这十几年 十几年就像 出狱之后 能十四十几年 好好地走 做好以后 已经 几十岁的人了 还要父母来 一直来照顾 关心到下方 但是真的出来了 外面的世界里 他们再次迷失 当然我们随时山里头的这种 辅助人 别多是城里面的这种新年代人 我查就一无所有 什么叫一无所有 所以你是 是两个世界的人 而重操就业 对他们来说 就几乎不需要什么理由了 第一次入狱的时候 是什么时候呢 六月三十一号 还有时间喝酒嘛 就是 去找的钱嘛 就是 去去嘛 就直接去 你种田不够记得花枪吗 一般都不够嘛 抽烟啊 有时间打牌还是 我觉得 他们说 每天晚上去哪儿 不确定 偷什么 也不确定 但凭着一身的专业技能 就是那四个字 贼不走空 瞎捧嘛 走到哪里 就把看来有吃钱 就偷掉了 这财米油盐嘛 都自己买嘛 有一次掉了 又吸道 是金币 后来我就自己 自己乱吃了 第一次犯错 让他们失去了自由 也失去了更多 不能挽回的东西 比如爱情 亲情 和家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我小小 这个时候 我也回了 两个人当 我看这个其他人 一千年了 再次犯罪 他们可能面临更严重的刑罚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曲心九教授 欢迎曲老师 这些人明明已经因为同类的犯罪受到过法律的制裁 怎么不长记性呢 一出来没多久 又开始凑在一起干这种事情 在监狱里是不错 他是适应监狱环境的 但是对监狱外的环境 其实呢 他还是不能够适应 出来以后呢 那么我们社会组织者就是帮教 监管也没有跟上 他很容易就是与我们又混在一起 接着就又去犯罪了 有一个建议 这个建议其实就是非常好的 就改变我们目前的减刑太多 假释太少 你表现好 然后是刑期执行了一半以后 或者一半多以后呢 就给你一个假释 那么假释时间 比如说你做十年 原来执行了六年 还剩了四年 这四年呢 就放在社会上 我们现在有一个社区矫正 给他提供一些就业上的训练和帮助 这样在四年当中 还包括对他进行监管 扶他一程 他可能慢慢就能够融入到社会生活当中 我们的记者离开的时候 这会儿盗贼都已经归岸了 十方的乡村也恢复了往日的淳朴和宁静 杨大爷门上还没上的那把锁 他也不打算安了 因为他知道 其实所有的人都知道 要想防住贼 光靠门上的锁是不够的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也感谢曲老师参与面谋室的讨论 观众朋友们 欢迎您接下来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 和综合频道的其他内容 明天见